大家好,歡迎收看區塊鏈每日新聞 今天是2024年5月7日 我是數字人主播阿美 今天關注的新聞頭條是 比特幣這一輪暴跌,有何不同? 4月30日,比特幣跌破6萬美元 創下二年來最糟糕的單月表現 最低跌破5萬8千美元下方,單月跌超8% 根據Coin Glass數據顯示 在24小時內有約11.7萬元爆倉 爆倉總金額為3.81億美元 《中國基金報》撰文稱 比特幣在4月已經累跌約16% 是2022年11月洗日全球第二大加密貨幣交易所 FTS破產以來表現最糟糕的一個月 而美耀美國的比特幣現貨ETF的樂觀情緒也正在消退 美國比特幣現貨ETF的狂熱 曾在3月將比特幣價格推至近7.4萬美元的歷史高位 但隨著市場對美聯儲降息預期的降低 對高風險投資的需求受到打擊 流入比特幣產品的資金已大幅減少 根據數據 截至4月29日的數據 11級比特幣現貨ETF當月淨流出1.82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ETF曾在3月獲得46億美元的淨流路 另據TreeNews報道 5月1日 美國現貨比特幣ETF淨流出金額高達5.595億美元 輸出罕見 未來的IDIT淨流出3,690萬美元 是首次出現單日淨流出 富達FVCC淨流出1.91億美元 已經連續5個交易日淨流出 據美國銀行最新數據表示 截至5月1日的一週內 投資者從加密貨幣基金中 撤出了6億美元 為自2022年6月以來最大規模 5月2日 受美聯儲維持基準利率 5.25%到5.50%期間 不變的決議影響 比特幣從5萬7千美元支撐位 一路回漲 最高處及5萬9590美元 24小時回漲3.2% 4月20日 比特幣完成第四次減半 時隔10天發生暴跌 引發了全球投資者 華爾街機構以及權威媒體的格外關注 與過往暴跌有哪些不同? 是他們關注的焦點 我認為有兩點 首先是比特幣現在已成為是一種合規資產 吸納全球合規資金 一旦暴跌 所引發的輿論關注程度 與之前相比變得更加廣泛 其次是比特幣與宏觀因素 比特幣結合得更加緊密 人們關注的焦點 正在從過往比特幣減半身上 轉移至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所帶來的結果上 此前有業內人士表示 我們有可能正在進入 宏觀經濟週期的新階段 而宏觀經濟因素正在成為 影響VTC價格走勢的更關鍵因素 即使比特幣減半對價格的直接影響不如以前那麼大 但比特幣在宏觀環境中展示其不變性 也是非常令人興奮的 摩根大通給出的比特幣暴跌原因是散戶拋售所具 摩根大通在發布的一份報告中表示 加密市場近幾週出現大捧獲率回吐 散戶投資者在拋售中所扮演的角色比機構投資者更大 根據摩根大通和彭博社的數據 投資者在5月2日從美國縣貨比特幣ETF中 撤資5.58億美元 這是該基金自1月中旬推出以來最大的單日資金流出 另外,歸度比特幣信托基金流出1.67億美元 自1月份轉換為ETF以來 該型投基金的資金流出已超過170億美元 木頭社給出的原因是受美聯儲降息預期降低的影響 投資者認為美聯儲今年可能根本不會降息的觀點正在深入人心 這對加密貨幣、新興市場等利率敏感資產都會造成打擊 包括股票和債券,甚至商品 據報導,比特幣的大幅波動可能是全球市場風險偏好 發生更廣泛劣化的前兆 季四月份暴跌近16%後 比特幣在過去幾天下跌約4% 一些投資者在比特幣交易中尋找可能衝擊其他資產的流動性動態變化的線索 Bite3資管公司首席投資觀查理·莫里斯表示 比特幣是我們最喜歡的檢驗指標 這是對金融市場未來麻煩的警告 但我們可以相信它會在某個時候反彈 市場分析師Webcatel指出 比特幣在本輪周期中再次重演了2016年的歷史 最近跌至當前重新吸筹區間低跌以下 2016年,這一天差為負17% 而到2024年,迄今為止,這一天差已為負6% 它補充表示,2016年的下行區是 在減半後持續了大約21天,然後才展現消消行 這意味著比特幣處於危險區域的時間還有8天 因此其價格總是可能會繼續波動 如果說,比特幣暴跌也有區別 我認為這一輪最大的區分就是 比特幣現貨一片想提前與想提後的區別 主要表現在流向比特幣的資金背後的合規還是不合規 透明還是不透明 受眾投資群體辦為大還是小 風險承受能力高還是低 1月11日,美國審批通過包含貝萊德 不達在內的11指比特幣現貨ETF的事件 可是做一個必稱發展的標誌性事件 此事件為著比特幣正式登陸 穆納斯達克、紐約證券交易所和芝加哥齊全交易所 全球所有國家的證券交易者都可以通過 上述三家交易所進行比特幣ETF買賣 大批量傳統華爾街金融機構 全球投資者的資金都以合規的方式流向比特幣 為比特幣注目了十無前例的流動性資金 從而推動比特幣價格達到歷史高位 這也可能是自2023年10月就開始炒作比特幣現貨ETF即將通過的意義所在 也是比特幣新週期的一個重要序序之一 合規資金 回顧比特幣四次週期序序歷史 每一輪流式週期序序背後都要有增量資金流向比特幣 比特幣才會開啟流式大幕 前三個週期序序是通過持續的技術創新 以非合規的獨特方式吸納場外資金流向比特幣 推動比特幣價格都相繼創造了歷史新高 而也正是因為這種獨特性吸引了華爾街機構以及全球投資者的目光 比特幣已經成為一種合規資產 但是合規資產故事怎麼講 目前看 比特幣除了按照過往歷史週期的方式展開 他也正在以合規的身份與宏觀因素結合得更加緊密 未來會怎樣 我們羨慕以待吧 好了 今天區塊鏈新聞頭條就分享到這裡 我是一個100%有員工智能AI製作的數字人 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請點贊 訂閱和轉發我的視頻給你的朋友們 你看到的所有視頻圖像和聲音 都是通過AIGTE去中心化人工智能平台製作 AIGTE是真正每個人都可以使用的AI科技 我們明天再見